每日神话 在神的所有说话当中 包含着神的一部分性情 神的性情不能在话当中 竟都表示出来 所以 足见在神的丰富到底有多少 人看见的 人摸着的 毕竟有限 人的能力也毕竟是有限的 尽管神话说得明确 但人却不能尽都明白 如此话 在闪电之中 各种动物显出了原形 在我光的照耀之下 人也都恢复了原有的圣洁 败坏的旧世界啊 终于倾倒在污水之中 被水淹没 化为水中的淤泥 在所有的话当中 都包含着神的琐事 即使人都知晓此话 但也并不曾明白此话的含义 在神的眼中 凡是抵挡神的 都属于神的仇敌 即属邪灵的都属动物 从此观察教会的实际情况 不经人为的教训 责打 不经人直接地开除 或人为的一部分做法 也不经人去明点 所有的人都在神话的光照之下 而检查着自己 腹中到底多少病 在显微镜的透视之下 都看得清清楚楚 在神的话中 各种灵都归类 各种灵都显出了原形 而属天使之灵 也越来越蒙光照开启 因此神说 恢复了原有的圣洁 这是按着神在最终达到的 果效说的 当然 现在还不能达到完全 这只是愈常 从此看出了神的心意 而且足见大批人 在神的话中倒下 在所有的人 逐渐圣洁的过程之中 而被打败 这里所说的 化为水中的淤泥 与神用火毁灭世界 并不相矛盾 所说的闪电 指神的烈怒 当神大发烈怒之时 整个世界因此而经受各种灾难 犹如火山崩裂一般 站在天空之上足可看见 在地之上各种灾害 一日一日地逼近全人类 站在高处观望 地上犹如地震前的各种景象一般 火水到处篡动 沿江到处流动 山在挪洞 到处寒光闪闪 整个世界沉没在火之中 这正是神发烈怒时的景象 是神审判之时 凡属血气的都难逃脱 所以 不用国与国的征战 人与人的征战 来毁灭全世界 而是让全世界 自觉地享受在 神刑罚的摇篮之中 谁也难以逃脱 一个一个地过关 在此之后 全宇之下 重新闪现出神圣的光彩 全人类重新开始了新的生活 而神在全宇之上安息 天天祝福着全人类 天之上并不是凄凉不堪 而要恢复创世以来 未曾有的生气 六日之际 也正是神开始新的生活之时 神与人全部进入安息 全宇之下不再混浊 不再污秽 而是得以更新 因而神说 地不再是死寂 天不再是凄凉 在天之国中 不曾有不义 不曾有人的情感 不曾有人的所有败坏性情 因不存在撒旦的搅扰 人都能明白神的话 天之上的生活 是充满乐趣的生活 在天之上的人 都有智慧 都有神的尊严 天之下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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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